大家好,我是二鸭 一般这手机占用内存最多的 就是手机中下载的各种APP了 如果想要前程手机内存 就需要删除手机中的一些应用 可是有些功能又不得不用 所以今天二鸭就来教你 用微信的搜一搜功能 轻松解决这个难题 首先打开微信 点击下方的发现 然后点击搜一搜 在这里大家可以非常方便的 查找你想看的东西 比如 一,音乐 这里的音乐来源是QQ音乐 在搜一搜的搜索框里 输入你想听的音乐 就可以快速的匹配到这个歌曲了 二,表情 很多时候你看到朋友们发的表情 非常的有意思 也想回一个表情的时候 就可以在这里查找表情包 点击搜索框下的表情 然后在顶部的搜索框输入文字 比如开心 就会弹出许多开心的表情包 还可以点下面的笑脸按钮 在这里输入你的表情 就会有相同类情的表情包 非常的好玩 快去试一试吧 三,文章 点击搜索框下的文章 在顶部的搜索框 输入你想要了解的话题 比如最近大家都关心的疫情 那就可以看到各种疫情的文章了 同时咱们还可以对文章的来源进行筛选 找到你读过的 或者是朋友分享过的 四,小程序 点击搜索框下的小程序 咱们想要找一些工具的时候 可以试试在小程序里面找 比如说我想要将两张照片拼到一起 搜索拼图两个字 大家可以在推荐的小程序中 找到一个想要拼图的神机了 五,搜视频 大家直接在搜索框里输入电视剧名 比如父母爱情 在顶部的类型里选择视频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部剧了 直接点击播放就可以了 这微信的搜一搜功能真的是非常强大 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试 如果你的手机内存不多的话 就完全可以删除几个 看一下 咱们看什么 请不含 这边 咱们看什么 还有 我们下流 请不含 就 不含